君子兰这种肉质根在养护不当,浇水不当的情况下呢,很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情况 那么有的时候很多花友啊,很难发现君子兰是否烂根 今天呢,我就教大家怎么判断君子兰是否烂根 其实君子兰烂根呢,是有信号的 首先第一个信号,那就是观察它的叶片 如果你的君子兰叶片从叶尖部位来开始发黄 慢慢的往下发展,甚至是有腐烂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烂根找成的 第二种情况呢,就是轻轻晃动一下君子兰 如果你发现它晃动非常的明显,那么只有八九就是烂根了 因为根系腐烂,植株的话呢,它就栽种不稳,很容易晃动 那么如果君子兰已经烂根了 我们严重情况下呢,就要脱盆收根进行处理 如果是轻微的烂根,你不想换盆呢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土壤专用的杀菌剂二媒林 稀释一千倍,在盆土完全干透之后呢 给它直接灌根处理 连续使用两次到三次左右,基本上就能控制住 如果说你的君子兰没有烂根 但是你想要预防烂根,也可以用二媒林一个月浇灌一次 也能够有效避免烂根 当然呢,也要保证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并且做好水肥管理 好了,本期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